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今天很多观众都来留言 看所谓的赌局开的怎么样 不好意思 兆华赢了 但是兆华希望自己输啊 因为希望今天台股大反攻 但没有想到昨天美超为 因为财报的问题 先跌了20几% 埋下一个比较不好的因子 欢迎打的财报开出来 坦白说哟 其实是优于市场预期的 那为什么会打盘后还在跌呢 不过今天台股很特别 今天台股虽然开低 但慢慢的走高 留下下影线之外 贵买是红的 很多周小型股提财股 也都是红的 体感温度其实并不会太冷 所以接下来到底该怎么选股 就要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第一位是国宝级的技术线型大师 杜金龙杜大师 好杜大师要来猜一下了 这个挥打的财报明明不错 但市场在杀什么呢 他觉得可能今天反而是一个好机会 所以今天他又动手了 用菜钱买了一点台积电 等一下来把原因告诉大家 另外呢 他也帮我们点点名哦 盘面上的这些大牛股 其实今天的表现并不一致 这也是现在台股的现况 有的已经多头排列 有的还是空方态势 所以大牛股帮你看一看之外 也筛出一些特别的族群 例如像特化 后续可能有很长的一段公式可以期待哦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题材恋人 汉伟哥 题材恋人今天找的题材是什么呢 也许大家都在看回答相关 但他发现了飞电族群里面 有一个他常常跟大家聊的 上支天文下支地理的航运股哦 航运股今天几乎全数拉尾盘 颇有一点升盘的味道 而且拉尾盘你就对后面有想象空间 现在中东的战事对不对 这个俄乌的战争等等的 都让运驾其实还在一个高水位 但是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航运股 好像常常跟海外的航运股脱钩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商品 可以打包全世界厉害的航运股呢 等一下汉伟哥会介绍给您听哦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 齐全王子张灵中中哥 好中哥从期货的筹码告诉你 今天看到什么 今天看到四坏球 不要吓到 上一次的四坏球酝酿的是反弹哦 而且从个股期来看 也会发现很多的股票 它已经多空是走开来的 就像今天这花叫啊 有好多题材股明明就是多方态势 你会觉得赚得很顺手很开心 所以等一下中哥告诉你 如何用各股期找出多方态势的好股票呦 好首先有请杜大师 赵娃哈 杜大师你今天忙不忙 因为早上挂完股票完以后就在那边等 买到完以后就一直在盘整 有时候拉上来 可是尾盘还是只有小涨而已 好因为整个八月比较无聊 我们大盘从上一次跌了六百多点 就有一个人在互盘 有一个人 有一只所在互盘 而且大概每次都拉台积电 他今天台积电只拉一块钱而已 没有台积电是砍下来 尾盘砍一块钱 好昨天我们说那个人是黄大哥 但我们发现原来这个人 这个人站在我眼前了 还好 人家现在最有名是那只猴子 我也是猴子 因为我属猴子 等一下有一个在玩猴子的会上来聊 那飞打的2Q 现在我们就说2Q好 3Q如果没有比疫情 大家想象来的好 那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砂盘 现在就是大家的氛围就是这样 那飞打昨天晚上我是四点起来 就看到美国那个飞打的走势 风猴子就跌了 我要说算了赶快去睡觉 起来真的还是那个跌 那云搜不錯比疫情来得好 可是大家一起他不是三百亿 更高那毛利率也是一样 七十五 Bret 他毛利率其实市场也都知道 对 七十五 nov是低于第一季 而且那个互邦 讯kien就报道 他一起较1季 大概EPS要四块钱 我前面有看到 那来讲的话 他大概几个都比疫情来得好 可是大家给他更高标准 尤其大家一直在讲他的营收 他这一次3Q的营收 是大概成长86% 那比他平均6G的100%来得低 而且有一个美国人说 他应该要营收要成长109 所以这几个因素 让他虽然说2Q的3Q的 这个猜测都还不错 可是大家就把它当做泥都出现 那他唯一一个好处的话 就是有后来知道应该会跌 所以有500亿的那个库长股要买 而且他也赶快讲说 他这个GB200应该第四季会出货 那我们讲那个佩洛西 经常买飞达 这个大概有 可是那个是以前的事 因为你现在跌下来以后 是不是还会持续买 可是这个资料要以后才能公告 大概这样 但是跌400点好像又跌得太多了 所以今天又觉得 搞不好是一个机会 对 因为我们现在盘市 大概就是僵在这边 就是说他缓弹到0.618的位置 像那个我们的OTC 是缓弹到71% 快要回升 那我们大盘只有一个 美国是那个盗窮串历史新高 有一线希望说 如果道琼串历史新高 标普也串历史新高 虽然Nestate跟会办没有 可是就美国事大使是 有一个人串历史新高 大家就想说会不会微转 可是我们目前认为 你晚谈到0.618 现在在这个箱子这边 做横向整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说你大涨大跌完以后 大家受伤完以后 你短期间叫他们买回来 他们的时候 我肯到低档 你叫我现在买 我不愿意 可是外面大盘 明明要过0.618 变成回升 所以才会将到现在的盘 你会看到那个量 目前就说到这个四千亿以下 动不动都是三千多左右 那我认为 因为我们认为说 这边A波确认 这边B波确认 往后会不会微转 或是ABC 那我想出来一个最好方法 就是以盘代跌 让整个盘是在这边来回震荡 那来回震荡的话 大家就会慢慢的习惯 所以这个点数 目前刚好是在这个 非常小 你看到我们即使一个礼拜 有没有 一涨一跌一涨一跌 而且每次都有下影线 而且每次 像今天美国大跌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稍微护盘 护盘到平盘完以后 就换手 就是虽然说 今天外资卖的 好像200多亿 可是它期货好像做空 做多100多块 大台有补单 对 所以我认为 目前应该盘是在这边降 今天本来大家都希望 量能可以放出来 但最后是有放大一点点 但还是不太多 所以全职股表现 也是走两条路了 有人还不走 有人就是黑的 可是一般来讲 我们家里这边经常讲F4 现在加一个大力官 叫F5 大力官表现不错 F5 就是台积电 不然就是前两天是 那个 那个什么洪海涨 还有前一天是管达涨 今天这三只都跌 就轮到 联花哥跟大力官表现 那台积电我会去买它 是说 因为我在这边已经卖到一些比较低的价格 那一般来讲 台积电只要大点 因为他昨天很莫名其妙 就拉了二十几块的 对 昨天 指数他贡献的 对 今天其实得一百六十八点都是他 他得二十几块 那一般来讲 因为他前一阵子已经收到两万张以下 那他只要大给你亲买 把部位控制 我大概都是这样买一次 如果万一没涨没跌就算 有再买一次 再买一次 大概买三次 如果说万一真的不幸又套牢 像那一天八百一十三块 没有买完又跌停板 赶快要去搬钱来买 想不到他就故意转上去 那这个一样 所以台积电我炒的话 就很简单 只要有重挫 像今天我买到那个九百四十 等很久 九百四十万又拉上来 破完又就到九三八左右的样子 后来尾盘上去 因为尾盘大概每次在一点十五分 台积电的当冲就会出来 如果说你要买台积电 要买低的话 你一点十五分去买 都会那个小破段最低 那目前 小秘诀 小秘诀大家要用 那他大概目前还在盘着 而且可以看得到 有人在户台积电 就是我们看得到 所以这个 我这边有写 分三批一次一次买 那上去的话 因为我认为大坎是盘者 所以上去我也会把它调 留一些部位 当做台积电 我永远都有 永远都有台积电 对 那他九月又要除息 我应该会去参加除息 因为这几次 我参加台积电除息 老股有时候套老以后 不久就会上来 那你那个股息这样 算一下也不错 所以可能对他的节奏 你会抱长一点点 对 套老我就会比较长一点 那前一阵子 不是V转 有没有 我就把它卖上去卖完以后 他又好涨到那天九百七十七 那我就沒有賣 現在又回下來了 我就把它買回來 所以觀眾朋友知道 杜大師也是套牢 就會放久一點的 一般來講好股票 其實應該沒有問題 宏海跟管達就是這樣 他們大概因為AI效應完以後 像今天最明顯AI休息完以後 尤其輝達 他們整個類股大概都 整理錢就會跑到那個索機 所以現在錢其實有 只是說你哪一類股休息 我就跑到另外一類股 那宏海前一天有 前兩天有比較強 有沒有 他相對比較強的這個 那今天你看 他等一下也是有下影線 其實我們今天很多的AI 他開地完以後都有下影線 就代表有人跟我一樣去買 只是因為我會控制錢 我大概都是買 先買台積電 對 晚以後看紅海管達哪一支 跌了比較多 我就會買它 因為他們其實是在輪漲 輪跌 那今天是管達囉 對 晚以後有時候是紅海 所以大家其實三支 因為台積電如果漲多 晚以後 他有時候就會做到紅海做管達 這是輪流 很少像今天會說輪到那個 那個蓮花科跟大力關 就是我大概給他們 你看到他們也都亮縮了 那後列大概都維持正常的一個水準 就是大概這兩個AI的股票 那其實目前來講 我個人是比較偏向紅海 為什麼 因為紅海的話 你那個GV200 有一些好消息都會進來 那他相對漲 比較來得有那個漲的空間 所以我目前在買的話 我感覺他相對 好像比管達稍微強一下 那現在小標股 有小型股漲很多 去成績 因為那個 黑悟空 黑悟空屬活的 那其實維新技嘉是比較好 那成績因為股本比較小 用半億現金 所以這兩天 零漲四天今天還漲 而且出大量 那這個阻力應該剛進去 那維新是盤整很久 那外資也把它調高 目標大概兩百三十五塊 那那個手機的話 華通今天也上來了 那那個化學藥品這個永關 永關也是一樣 他其實前一陣子 前上個禮拜就漲 而且出大量 今天盤中震盪很大 對 而且跟成績一樣都出大量 這個應該是主力剛進去 玩又以量起量 而且價角度都很陡 很陡吧 所以才會漲10% 9%以上的一個主力股 大概是這個 剛剛有提到 雖然連漲 但是你說主力剛進去 對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這支我老早以前就有做這張投影片 那你看到他以前從六十二塊不是跌下來 有半以現金增資 有沒有 那他連三天晚以後 尤其像今天大盤 跌了三百多點四百多點 你還開低完又拉上來 而且還手掌停板 那你手掌停板 很多人就會賣給他 那就代表說 他的平均成本在這邊 有沒有 這個話一般來講 我們很簡單 大概都是堅強支撐 就在這個 剛開始做話 如果我們把這個當初說出生斷才冒大量 所以在行進中換索 如果說萬一大盤有回檔 這個應該都是短線好的標題 因為你 因為他沒有貨 沒有EPS 沒有寫這個EPS 所以來講 你以價格來講 這個是主力股才開始進去 我經常講的 我一個好朋友 他們就前一陣子才進去 去進去 早說 對對對 我太太也去買他了 我太太說不能再說他買哪一支股票 那你還說 對 忘記了 不會減喔 對對對 好 那那個遠觀也是一樣 遠觀其實是前兩個禮拜特用化學 他漲的話 他第一支掌停板 那時候東檢也漲停 可是東檢就比較弱勢 那你看會漲停板股票一定是主力的好股票 那他EPS也沒有寫 有沒有 今天又出大量 所以這種的話 大概都是短線這一小坡 大盤在做V坡回檔的時候 新的主力剛進來 那如果投資人 以這個加量關係的話 短線如果說 你要比較樂樂 就以這個為主 這是這幾支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加量剛開始上來的股票 不過最近題材真的輪得很快 所以我們要怎麼判斷說 這個有量進來 可能主力進來 他會願意做比較長的波段 一般來講很簡單 你只要看他 我們看這個長線的價格 如果他這個AK線在這邊長期 有沒有 剛上來的話 你就跟他進去 因為他的平均成本是 我們如果按照這支的話 以這支為主 他的平均成本在這邊 有沒有 那你平均成本在這邊 你大盤有的話 他應該一大坡 萬一透露 我想說這幾個 A市大家做A市 因為你的平均成本在這邊 所以這個你就比較安心 因為主力一定會 大盤再給 像今天再給他 硬會把他拉上去 所以這個 我們以一般來講 以這個最好算的一個東西 你看A線 這個應該都是短線 非常強的個股 好 我們跟主力站在同一條船上 同樣的成本 非常謝謝杜大師 杜大師認為這個盤 還是在黏 就是非常的盤整的格局 但是盤整的格局呢 他是水潛無大於 不過可以看到 是有分開來的 今天台積電如果有跌的比較明顯的話 杜大師就會建議 啊 減一點嘛 這樣子報到他除息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不錯的獲利 還有就是有一些族群有亮的 主力剛進去 我們跟他站在同一條船上 可以參考看看喔 好 廣告回來 我們題材獵人 漢偉哥要上場了 今天講什麼 今天講一下貨櫃航運喔 當我們的眼光都在AI 眼光都在揮答 西路貨櫃航運 今天默默的拉尾盤喔 如果能夠買一些海外的航運股 是不是一個很誘人的選擇呢 好 台股曾經有航海王旋風喔 很多人都很緬懷那一段時間喔 那今年有什麼呢 今年說實話也有這個紅海的危機 以及運價的高漲 也有蠻多的事情在推升這個航運股 但是大家會覺得 哎呀 台灣的航運股 明明獲利體質這麼棒 為什麼漲不贏海外的航運股呢 這就讓我們的題材獵人很委屈啦 對不對 因為我們節目航運股 其實你講過很多 因為紅海問題看起來不會解決了嘛 我覺得短期之內 大概半年之內 你不太會看到 紅海問題能夠很順地通航 再來就是接下來罷工的事件 馬上就迫在沒銷 所以我覺得對於整個航運股 貨櫃航運來講 甚至說今天我們看到有一個 全新的航海王ETF能夠全運上市 我覺得都代表說 其實接下來可以特別留意到 相關航運股的題材 跟相關的一些操作的機會 那我們可以看到 最懂海的男人演藝材 對 他兩天前一個媒體的 閉門餐序上面 他提到幾個我覺得比較好的一個看點 他說目前他對於航運股 他認為是資金最好避風港 而且台華真的有在買航運股的股票 這很重要 對 所以他這言行一字嘛 那再來就是他提到一些重點 就是說接下來美東的談判 大概下禮拜就會知道結果 如果真的一旦勞資談判 沒有辦法達成的話 就會進行到罷工 所以看今天盤面上 我們看到輝達大跌 然後科技股間 其實電子股表現都不好 但我們發現到盤面上 貨櫃股啊 還有這個散裝股 貨運成籃股票都是翻紅的 那為什麼能夠翻紅 其實你看到基本面的部分嘛 明年來看的話 長榮可能預估的值率可以到10.8 那陽明的話可以到7.9 我們現在長榮 他很漂亮走出一個漂亮的弧形地 最低有打到158 對 當然股價 現在雖然說還是被季線壓著 但季線開始往下扣底了 所以他季線一旦站穩之後 軍線就踩在腳底下 我覺得後面只要補量就有一個往上拉高 那我們再看到 如果大家擔心說 現在你看到美股的揮達 看到美超微 看到這些國際股市好像 來到相對高檔 會不會開始補跌 那台股部分會不會出現拉回的第二隻腳 所以這時候大家可能就可以去找一些 相關可能跟 全球股市相關度比較高 比較低的 貝塔值比較低的一些相關的族群 去做一些佈局 那我覺得航運股它拿到兩大優勢 第一個 它跟主要股市的關聯度相對比較低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表 這是這個NYSE的FEDSET 全球航運龍頭吸收指數 跟主要股票指數月報酬相關係數 不管你要跟美股比 要跟日經比 相關係數都是0.51到0.4 也代表說 如果他們這些股市在拉回的時候 你會發現航運股就抗跌 好 航運股真的就像顏董講的 算避風港對不對 因為財報又那麼好 對啊 所以我們發現到其實資金在 航行不好的時候 航運股往往成為人氣的聚焦 因為他們真的就是 基本面非常好的公司 那再來看到 就是講說 它本身就是具備這種所謂的 低貝塔值一個特性 那另外我們講 如果遇到一些黑天鵝的話 航運股會不會一些比較特殊的表現 我們把它總結 從2020年到2024年 有這個新冠疫情的 有遇到升息的 有遇到這個科技股重挫的 藍色這個是所謂全球航運的 習走指數 在不同的黑天鵝當中 都出現比較逆勢 走高的一個表現 也就是說疫情 大家知道說 那時候所謂塞跪塞嘎 全球的一個貨運的中斷 讓他們股價表現很好 那就算連遇到升息的時候 他們的高值利率 反而就有點類似 債券的屬性 對 那遇到科技股的重挫 他們就變成說 相對它的一個所謂的 低本益比等等的一個特性 也讓它相對比較抗跌 所以我們從這張圖表可以發現到 你在這個資產配置當中 配置一些所謂低倍大值的 會讓你整個資產 我覺得這個平緩度 波動度能夠降低 那如果遇到一些黑天鵝的時候 它又有一些所謂 比較好的價差的表現 我覺得這就可以特別留意 航運股 我覺得它具備這樣一個特性 好 可能大家都在幻想 以前對不對 航運股賺好幾倍的時候 但卻忽略了 其實如果航運股整組打包的時候 它的避險特質是非常明顯的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 對8月5號的股災 還有這個印象 因為記憂蠢 因為現在才8月 還沒過完 8月29號 對 所以其實還沒有過完一個月 但是你會發現到 這段時間裡面我們去統計了 從2024年7月11號 到2024年8月28號 剛才7月份還能到8月份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主要從全球航運的吸收指數 加減指數 電子指數等等 去做一個類比 在這段時間裡面遇到股災 你會發現到全球航運的吸收指數 維持一個正報酬 但是像台股一定算相對強的 也是跌了8.28% 配息之後跌了7.65% 那廢半單最慘跌11%多 那在所謂的日本股市的部分 還有科技股的部分 其實都發現到 這一段時間裡面遇到股災的震盪 到現在都還沒有爬回到正報酬 對 所以我們看圖表 你看全球航運指數 這一條藍色的線 它跌最多遇到股災當天跌不到10% 也有跌 但是跌的沒有別人多 對 那股災當然一定會跌 但很快它已經回到大概 8月一個多禮拜之後回到正報酬 後面都維持在正報酬以上 但你會發現到 如果你是以這種市值型為主的 很多是很難爬回去的 所以當你遇到股災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回頭想一想 如果接下來台股真的要拉回全球股市 你真的覺得漲都會回檔 那我覺得其實航運相關的一些成分股 相關指數的一個標的 我覺得都可以特別的留意 好 但是有時候我們在講台灣的貨櫃 或者台灣的散裝 那個真的不好拿捏耶 如果只有打包台灣的 可能還不夠有吸引力 重點在別人長得好像比我們多 比我們穩耶 對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說 我不想要輸韓國 我也不想要輸日本 那現在如果一個商品 一次幫你打包韓國 日本 美國 你就不會輸了 我不想輸馬仕基 對 我們直接成為一個航運大聯盟 其實我覺得就會跟著等指數 同步做一個成長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航運股為什麼跟大家提到 9月份你要特別的關注 對 因為我們先把這張圖表 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 如果以過去這5年的一個航行當中 從1月份到12月份 你會發現到 9月份的航運 整個月報酬特別的好 那 但也是跟 最近這段時間裡面 可能在9月份 10月份 其實股市在相對低擋的時候 航運股往往會先發動 那再來講說 航運股哪些題材 本來他們就忘記在聖誕節前 會提前拉貨 那今年還有什麼 美中的新一輪關稅 這跟接下來這個賀錦麗跟川普的這個 辯論之後 我覺得就有一些新的 大家想像空間 可能會提前拉貨 再來說 甘旱的問題 還有什麼 還有相關的 這個所謂的罷工的問題 所以對於9月份的航行來講 我覺得其實目前就可以留意到 現在是8月份的 明天做一個交易日 代表你現在提前去卡位相關的航運股 我覺得都有機會享受到 90 11月到12月份 其實這個四個月當中都是比較好做的月份 那我們再看到 近年在一些主要的投資主題當中 你可以看到全球航運龍頭的指數 近五年報酬率351.4% 那當然有部分是那時候航海網的一個貢獻 但是如果你把時間拉到近三年 近一年 你會發現到近三年有96.5% 就算連今年都有64.7% 那跟所謂的加權指數 跟主要的指數比起來 還是表現比較好 那就代表今年的特性在哪 因為紅海的中段 所以你雖然說覺得台灣的航運股 好像先衝上去就拉回來 但如果以今年整年報酬 很多也是達到快要翻倍的一個績效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就像剛剛提到了 九月份就是一個好的布局買點 好 忘記到囉 對 那如果你遇到一些特殊事件的時候 它爆發力又很強 所以你一般一邊可以賺到席 一邊可以賺到價差 好 那我們再看到 主要的一些航海網 好 主要的航海網 好 台灣其實在前一波的航運熱潮的時候 有很多家的上市櫃公司 都跑去買航運股 對 而且很多就是買航運股 今年績效 在那時候不好的時候 反而是出現正的報酬 那他提到說 他最看好長榮具備經濟的規模 長線來看 但你說貨櫃三雄裡面 我覺得長榮適合做一個長線投資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講中環 對 今年你不要小看中環 他投資很好 台積電 聯發科 航運股 今年其實都讓他有不錯的獲利 所以如果說有一個ETF發行 直接包含的所謂航運股相關的ETF 而且還包含到海外的航運股的龍頭 我覺得就可以特別的注意 那剛好最近應該說明天 好 明天就要募集了 好 00960的野村全球航運龍頭吸收ETF 那我覺得野村投信可以特別注意 他其實今年發的ETF都很強 對他今年發的ETF很多其實報酬都非常好 所以他現在針對了全球航運的龍頭 發了一個含息又含了一個收益的ETF 是 特性在哪裡 他含著金三角 有貨櫃 有閃裝 有郵輪 郵輪 這個台灣沒有 對 台灣沒有 但郵輪其實今年表現很好 那又是全球的龍頭 同時幫你兼顧了息 又有收益的價差 所以我覺得這樣ETF就是一次幫我們放眼全球當全球的航海王 只要15元的掛牌價 好 明天到9月4號開始募集 9月20號掛牌 而且配息是1470 即配息 所以我覺得這個代表說 其實你就可以做一個比較好的財務規劃 好 明天剛好要募集 明天剛好要募集 所以非常關鍵 你明天就可以手刀趕快去做一個認購的動作 看完這集理財達人秀 趕快下單 好 好 所以我們跟他講為什麼要做一個分散的配置 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其實對台灣的航海王 唯有印象就是貨櫃三雄 但你會發現到 其實在不同的年度跟月份當中 散裝 郵輪都有一些不錯的表現 我們直接看下面的圖表 這個是貨櫃三雄 當然 航海王充很高 但這幾年就是在那邊輔輔城 對 但是這幾年你看到黃色這條線 郵輪股價是創不斷新高 它是穩穩穩穩穩的墊 它不像貨櫃這樣子 對不對 大波浪 然後散裝當然就是它的季節性比較明顯 但是你會發現到 如果你把三個指數來做一個平均的話 當然會有好有壞 但是每一年當中都會有一兩個指數出現 比較好的一個表現 所以我們講說如果你用配置的角度去看的話 你比方說2019年到2024年這五年期間裡面 但航運股2020 2021還有今年表現都不錯 但2022年遇到航運股的股災 很多變成水軌的時候 這個台灣的加權航運指數跌32.46% 全球貨櫃的部分跌24.19% 但你發現到那時候散裝竄起來了 尤其在全球郵輪那時候漲了71.48% 因為那時候是什麼時代 就是俄物戰爭開打 全球的油價開始大漲的時候 郵輪就開始往上走高 所以以今年的狀況你會發現到 全球郵輪表現也不錯 因為今年的俄物看起來又有一些緊張的局勢 還有這個紅海的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把你整個資產分散到貨櫃散裝跟郵輪 我覺得它的好處在哪 它可以度過不同週期的循環 因為貨櫃是叫做庫存週期嘛 那散裝跟郵輪是叫做商品的週期 但是那有不同的商品 油有油的商品 鐵礦石跟農產品 所以當你一次打包的時候 你不就代表能夠度過不同週期的一個股價震盪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什麼公司對不對 對 你買了15塊錢可以買到哪些公司 好 對 我們先跟大家講這個指數怎麼選出來 有28個國家 40個交易所選出 30到40檔的全球行人龍頭 那目前因為檔數已經選到40檔了 所以分散效果比較好 那前十大當中第一名就是我們的長榮海苑 我們還是要支持對不對 對 台灣的長榮 因為剛剛有講的體質真的非常好 對 經營機效應比較好 配型又配得好 那有馬士忌等等 陽明在這裡 然後在遊船的部分你看 有這個前線郵輪運輸 還有天蠍座郵輪 天蠍座郵輪是很會忌恨的意思嗎 不是 是很會賺錢的意思 很會賺錢的意思 對 因為你看它有一個其他議題 其實今年的天然氣船的運價非常的好 對 所以天蠍座又會賺錢 又不太會忌恨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值得買了 天蠍座很堅持 因為海偉哥是牽蠍座 我們最近有一些賭局 別人都很早早放棄 海偉哥都咬我咬到最後一個 好 所以我們跟他講說 你看到可以買到 全球前十大的一個龍頭公司以外 我們在講他兼具什麼 第一個這個叫做 全球航運指數的 歷年的報酬率 紅色叫吸收報酬 藍色叫價格報酬 當你遇到極端事件的時候 像2021年 這個價格可以賺到103.27% 然後你遇到像2022年股價的時候 他都還有11.6%的息可以領 所以平均5年下來會發現到 價格的表現都還有將近快到30% 當中息可以穩定 大概領到8到9個百分點 那代表說 如果你遇到行情不好的時候 他有一個比較安定的息的收入 但你遇到一個黑天鵝 供應中斷 地緣政治啊關稅的議題啊 他股價表現又特別好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產業 那既然有野村發了一個 幫你打包全球的航運龍頭 我覺得就可以特別的注意 好 所以講了這麼多 我們要跟大家講 如果是我會怎麼買 我們先跟大家講說 其實如果以這個指數來看 你會發現到 如果是大家投資納達克指數 年化報酬大概17.95這幾年 那如果說你在你的投資組合裡面 加50%的航運的話 他可以提升你的年化報酬到26.49 但是又同時可以降低你的波動 因為我們前跟大家講 他的貝塔值比較低 所以就可以提高報酬 又要降低波動 那如果在台灣的表現的話 一樣 你看半導業的指數其實表現很好 但加了航運股的部分 也能夠提升你的報酬 同時降低你的波動 所以我們講說其實如果大家在投資組合裡面 適度去加一些航運相關的一個個股 ETF 我覺得都有提升大家在資產裡面 抵抗波動的一個效果 所以如果以我個人來講會怎麼配 第一個 頂級套餐要怎麼配 你如果是海外的投資人 比較積極的 你可以配像830 757 895 就國泰費半 然後統一FNG加 還有富邦未來車 還會量高的嘛 等於就是科技裡面比較強勢的 比較波動大的龍頭股 對 但是如果像剛剛提到 你不要激勢你配一些009260 配一些所謂航運的相關 你就可以抵抗它的波動 所以我覺得就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效果 那如果說你比較保守的話 你可以在50%裡面 另外30%配一些債券 讓你的息可以增加多一點 00990配20%增加息 這個做一個抵禦波動的動作 那國內的部分 我覺得就可以留意到 你是激勢型的買市型0050 006208 配個65% 不會錯過大盤的一個漲幅 但這兩檔50 台灣50成分股裡面 航運比重很低 所以你就可以去配一些960 自己去加菜 因為我們有時候去自助餐 你就想要吃一家鱈魚嘛 想要吃一家蝦子 進口貨在裡面 這些都台菜啦 對 而且它電子股比重太高 有些時候你會發現到 航運股好的時候 它要等到調整成分股 你才可以多拿一點航運嘛 所以我覺得可以自己去調配 你自己的ETF 那比較保守 你可以配00878 0056這個非常知名的高股息 但同樣的問題就是 他們當中 航運的比重都太低 但我們剛剛看到 明年航運股會高配息 所以代表00878 0056可能在11月份 會把相關航運股納進來 那你現在不就可以卡位 去吃他們豆腐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可能在00960 明天的募集 就可以特別的關注哦 好 因為如果我們只看 台灣的貨櫃航運 或者散裝股的話 有時候眼光會比較被鎖住哦 放眼全球 其實航運股有很好的避險特性 哎 加進來 績效會變好 波動會降低 可能大家可以去 好好的思考一下 如何用好的配置 讓大家可以吃到 獲利的頂級套餐 對啊 我覺得其實就是 你把它整個打包 你就不會擔心 萬海比較活潑 長龍比較不會動 一次買全部 不要選擇 通通包起來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選擇 好 非常謝謝題材獵人 漢偉哥 好 相信大家現在聽完了都知道 哦 原來航運股有所謂的 降波動 跟拉績效的好效果哦 那這一檔00960 明天正式要開始募集囉 有興趣的朋友 趕快打電話去問一下吧 那9月20號就會正式掛牌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囉 當然趙華還是要提醒 不管投資基金 或是ETF 都是有賺有賠有風險的 申購錢一定要相約 公開說明書哦 好 下一段節目 廣告回來 我們的張立宗 鐘哥要上場了 從齊全籌碼 今天外資空單有小減哦 但整體的空方水位上升了 到底是為什麼 聽說旗子早知道 揮打財報的狀況 但是個股旗裡面 有人多方勝哦 好 每次齊全王子 鐘哥來都幫我們 掃門揚下籌碼的狀況哦 現在籌碼是什麼情況 其實是四壞球 好 四壞球哦 正好上次有提醒 搞不好 反而會是一個 醞釀反彈的契機 就要來問一下我們鐘哥啦 今天人人都在講 揮打 結果你說旗子有聞到一個 仙人止入的味道 但是其實如果以個股來看 不是大家都不好啊 今天很多中小型股表現非常好 已經是一個多方態勢了 對 那我們首先 先來看一下大盤 其實大盤已經橫盤 很長一段時間 就是我覺得還蠻無趣的 剛才杜大使有講過 八月份的這個股價 其實上下沒有什麼波動 對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昨天的狀況 那揮打財報之前 其實這個外資我們往前看 那這個比較小一些喔 往前看一天的話 其實他的空單是稍微有一點增加的 那我們知道外資在法收會前 如果空單還是很多 我們都知道他可能有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是 四月份我們就已經藏售過一次 就是台積電法收會那一次喔 其實那一次說的真的是不好 那後來他的空單持續的增加 所以我們現在 他說別人不好 對 這個 他說這個 斷逃離整個需求不OK 大家不好 不好 那剛才這個 NVIDIA財報後下跌原因 第一個就是這一季超出預期的驚喜太少 大概只有四到六趴 其實不夠多 我們往前看喔 其實前兩三季有時候會超出18到21趴左右 所以就是 當一個好學生 假設的知憂生 你總是希望他能夠考全校前五名 好 現在就是雞排炸的吃多了 清蒸的不想吃了 對 就是大家習慣吃重口味不太健康 那再來就是這個Black Whale 他的可貢獻營收跟推出時程 其實沒有交代的太清楚 他們只說 可能會帶來數十億美金 但是沒有講清楚 他的時程跟這個客戶等等 那第三個是一個比較新的 就是他有一些記者說 這個客戶過度集中 因為倒是大型公司才能買那些這個伺服器 一般小公司根本就買不起 他可能也不需要 那包括像這個主權AI 就是國家可能要建自己AI的機器 他也沒有講清楚說 哪些國家可能會建置 就是交代的有點含糊 那最後就是本益比過高的問題 這個 當他本益比到38的時候 如果其他公司都是21 那你的這個未來的成長不如預期的話 我想很容易股價就會受挫 所以盤後再跌這個了 那最差應該跌到8%左右 我們做資料的時候 大概是6.89 那當然晚上還有一段時間 大家可能可以觀察一下 趙華是賭他會翻紅嗎 你又來賭 是不是 就是我用猜的我不是用賭的 我們不賭啦 我們就去看一下 其實 沒關係 中哥你加入 預計這個Q3 Q4可能還是不會太差 所以你猜如何 用猜好 我猜不會到紅 但是可能疊個1%以內 可能是這樣子 因為台紙夜盤現在已經有反應了 OK 你又偷作弊了 好 那如果我錯的話 我三個月不要來這個節目 這個賭注我沒有接受 我們來看這邊好了 這個是籌碼 上次四大接空的時候 後來就反彈 我記得應該是在 就是這個附近吧 那我們目前看起來到這邊 我們說 季線跟月線當中整理 現在其實還在裡面 它有點靠近下方的月線 其實都還沒有跌破嘛 所以短線如果沒有跌破月線 或是沒有突破季線 我們都還是試做在一個橫盤的整理當中 那目前這四個籌碼 變化比較多的應該是 自營的選擇權 你看它長期 這個六月初做空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做多 這邊就開始有一點多空 有點交戰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方向 那Pull Ratio值呢 在100上下震盪 所以這兩個指標 大概都不太明確了 那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散戶還是持續做多 那這個對大盤會帶來 比較大的殺傷力 那不過要留意一下 因為這個是統計小台紙 那我們都知道現在有圍台紙 對所以圍台可能更準確一些 可以觀察這些變化 好 所以從來看是有壓力 我希望你猜贏 因為我沒有希望你三個月不來 好 祝福你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說這個盤不是量縮 這個整個大盤的現貨其實量縮 但期貨的量有些會增加 好 量也有一些表態的 那我們以前在這個節目應該有談過 古期的量如果增加 都是有問題的 那這問題可能是好 可能是壞 例如說我們剛才看左邊 剛才這個漢偉有講到 這個航海王 2021年的時候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量 以前都沒有人在做長榮的古期對不對 那這個是週限嘛 所以你看這邊是不是突然起來了 那你看股價最高漲到232 那後來呢 古期的量是不是掉下來了 那價格其實就掉下來了 那當然剛才講那個航海王 他姓張 姓張 他姓張 不是姓陳 你可以查到他的資料 姓張最近在做波羅威 對 最近做波羅威 現在變光鮮王 那不管怎麼樣 你看他這邊他就買了很多的股票期貨 這賺了應該是幾十億 那再來是這個宏達店也是一樣 在2021年的年底 股期突然量成了對不對 那你看股價直接漲到97 後來掉下去 那現在有人在做宏達店的期貨嗎 就真的冷清 就很少聽說 因為元宇宙的概念其實沒有落實 對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股期沒有量的話 人氣就不見了 那價格就不會有往上的空間 那所以我們特別統計一下 那因為我今天是禮拜四 禮拜四我們就往前推五天 我就統計這五天有出現過 股期出現多方訊號的股票 我們就把它稍微繞一下 那怎麼繞呢 其實很簡單 股期的量創20天的新高 而且超過20天的均量 以左邊第一檔來看 像這是台虹期8039 這個是做這個軟板的 軟板的這個材料 那這個RS在這地方 是不是突破50 這第一個條件 這邊RS突破第三個條件 那量能超過500口 然後呢 古期的量要突然增加 所以你看喔 那藍色這個是20根的均量 所以你看它什麼時候開始有訊號 是上個禮拜四 就是8月22號那天 台虹期出現訊號 那你看量是不是出來了 突然跑出來 那你看價格呢 它就會漲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很明顯成功的例子 那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這個操作者 他都會在期貨跟現貨 兩邊可能會同時打 那也許是期貨先建好之後 現貨再去拉 所以這個是一檔很特別的股票 那小性滑期 那為什麼是小呢 那因為它股價太高了 股價太高 就先跟大力光一樣 也有小力光嘛 對 所以它小的比大的量要大很多 那你就可以觀察它 那一樣它在這個 這是哪一天 我看 這是禮拜五 禮拜五的時候一樣出現多訊 你看古期的量這邊突然增加 那RSI還在50之上 所以這邊就是明顯的一個偏多 好這邊又這樣 這個高點是8月26號 對 那這個像這個台興金跟星光金 這就是因為併購題材 沒錯 古期的量就突然增加很多 那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它後續的續航力 那像中石化跟友達期 曾經也在幾天前出現過量增 那看友達 那這個是 有賣場的效應 對 那中石化 那一樣 中石化它因為是沒有什麼賺錢的公司 所以後續的續航力可能不太夠 那友達期因為它有個資產活化的概念 它把這個廠房賣給了這個 美光 對 美光的這個記憶體 所以它持續在這地方做一個震盪 今天股價不好 它其實也有一些表現 所以這個是上週出現多訊 那再來 這是禮拜一出現過的 維新跟技嘉這個是一組 那一樣 這跟那個悟空那個遊戲有關係 那你看股期量增突然一根 維新期 那技嘉期 那這都符合我們要的 就是第一個 股期的量突然增加了 然後RS還在50的上方 這兩個長得相當的像 那文業一樣的IC通路 你看這個地方股期的量稍微增加 一點點 但是還是符合我們的要求 RS還大於50 然後這個量突然增加 那這個是加聯益 這個也是符合我們的狀況 股期 RS指標 都OK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這個是昨天才出現的 那離現在越近代表 可能它後面續航力越多嘛 因為你看像8039 台虹它可能是禮拜四出現 但後來漲了四五天之後 昨天應該是有點修正 所以離現在越近的這個訊號 我們是越喜歡 因為可能續航力還是比較多一些 那正微期 正微期是昨天出現訊號 這個地方 出現了第二根長紅之後 我們的量突然增加了 那你看它過去只要出量 像這邊不是出量嗎 這個有一次 那兩次 三次 就它的股價向上的波動 就會開始變得比較多 那當然這一次呢 它是往下走 那你就留意一下 如果它出現多訊之後 然後這邊是不是跌破50 那你往上拉上去看 它可能就會開始翻空 你應該就要避掉了 因為股期量增之後 就跟融資的籌碼太高 是有類似的道理 融資太亂嘛 例如說大家都有台積電 假設杜大師有嘛 那大家跟著它去買 那可能就從來就亂掉 就不OK 那滑通今天很強 它昨天出現多方訊 我們看它的股期的量 在昨天突然跑出一根很大一根 大概將近快到8000口 那一樣RSI偏多 股期量增 昨天的訊號 那一樣今天它是續漲 續漲 那我們把這幾天 全部的股票都拉進來看 所以RSI很重要對不對 因為之前你有教過我們 如果要慢慢等的是找50以下的 但是這個是發動的 對 就要50以上 發動的你就可以直接去追它 對 那例如說像今天 今天其實全市場只有 唯二兩檔 就這兩檔 那一個是聯亞期 好 細光子的聯亞 聯亞期是這個CPO的概念股 它其實已經漲了很多天 如果你要看最低點是從8月6號 股災漲到現在 那如果你知道我們在教你什麼東西的話 你可以去盯啊 盯什麼 例如說你往下看這個古期的量 然後你是不是拉上一根20天的均量 好 哪一天開始有訊號 是不是這一天開始有訊號 4天前 4天前 然後RSI是不是也突破了50 所以你看1 2 3 4 應該在這個位置 它就是最好的買點 好 一個攻擊 那所以如果你明天再去追的話 可能有點慢 也許等它黑棒下來 你再去做 那它的題材大概就是北美的客戶 升級 中國的客戶也針對它的需求 有一個提升的作用 那預估第三季的營收會上看兩成 但是你要去看一下它的這個EPS 它還是附的 然後這還是要留意一下 還沒賺錢的公司 對 那景碩期呢這個是今天開始發動的 這個是第一天 我們看喔 這應該是第二天 昨天其實有出現 它的股性比較那個 對 它就漲了之後下來 開始就都黑黑紅紅的 很滿整理這樣子 那但是它的一個EPS還不錯 你看它今年的上半年是0.25了 那去年全年才0.11 所以它的獲利達成率已經227 這基本面表現的相當不錯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把這邊最近出現過訊號的 大概把它簡單的囊括起來 大概就有這八檔 一二三四 對八檔沒錯 那你看銅箔基板 然後這是今天的漲跌幅 那我們把這個基本面看一下 就是今年上半年的EPS在這邊 假設以台虹來講是1.9 那去年全年其實只有2.02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欄位相除 它是94.1 也就是我今年上半年已經賺到去年的94% 那你股價當然不會太差 所以你只要有壓回或怎麼樣 你去做多應該都還不錯 那最近四季的EPS這個是3.47 然後這邊是月營收的年增區 就是每個月的狀況 我們通常會抓過去六個月 如果都是紅色柱狀體的 其實都還不錯 所以我們撈起來這八檔 全部都符合這樣的狀況 那像這個信華 信華它的達成率是89.3 你只要超過50% 其實代表都不錯 都是已經超標了 那61、105都還不錯 像這個友達 我看友達去年是負的2.37 那今年的前兩季 就是H1是負的0.49 那拼損一兩平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面板的這個封裝 現在是一個題材 對它如果涉入的比例比較高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 那像正威跟華通 這個都是最近比較熱門的股票 大家留意的是正威的達成率稍微比較低一些 對那像華通大概落在50的上下 但是因為9月份這個蘋果換新機 那這類型的股票 可能會有更多的題材的加持 好 瓶蓋股的部分 好 那所以我們剛才講了幾個概念 大概就是你要去看股期的量 然後你要看RSI這個指標 好 RSI超過50 那當然這樣的方式可能會成功 有可能會失敗 我們不可能說百分之百成功 如果每一檔都會賺很多錢 我們還站在這邊幹嘛 就是想要來上我節目而已 對 就會一定會有失敗的案例 那怎麼做呢 那這是成功的案例 就是華通昨天出訊對不對 是 你看 出訊之後 大概在這個地方 所以今天持續的上漲 那庭曆呢 庭曆跟庭曆 庭曆當然自己去抓一下 庭曆你就可能往前抓一個前滴 比如說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那比較不好的大概像技嘉 那技嘉出訊在這一天 那一天就是禮拜一 禮拜一的很多這個顯卡 板卡的廠商 其實都漲得都上漲 那你看四天都是下跌 那你買進之後 如果你是做中長線的話 你大概就抓10%停損 那這個地方大概是兩百三 兩百六兩百七附近嘛 你就抓10%可能會落在 兩百四附近的一個停損的價格 如果在這邊橫盤都沒有碰觸到它的話 你可能可以續爆 那如果你做的比較短一些 或是你做隔日充的 兩個指標有一個不符合 其實就可以出場 什麼叫做不符合 就是RSI灌破50 這是第一個 或是量突然縮到 均量20天以下太多的話 你一樣可以出場 那大概就是可以保有 你可能長期可以維持小賠大賺的格局 總之一有不對對不對 讓自己的停損點 可以設在最微小的地方 但是賺的時候把後利拉開 我想這個就是維持高勝率比較好的方法 這邊非常謝謝齊選王子中哥 中哥提醒大家 現在齊選的籌碼 對大盤看來還是一個年年的壓力 但是個股常常可以從量能來看出 它有表態的狀況 如果今天量能先表態 RSI也在往上跑超過50的時候 往往您的勝率就相當的高 可以提供您做參考 因為畢竟現在叫做選股不選是 好 下一段節目依舊非常的精彩 漢偉會留下來來告訴你 他的悟空已經到手了 以及美超為敵島 其實台場是會吃飽的 那下一段我們會告訴你 蘋果現在在稱盤 有哪些瓶蓋股值得您做留意 我們會去做選擇 我們會看到 這位置層的極臨 有哪些燈 都會選擇